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大人哪 这些区区小事黄某都听说过 不知一审 主公不必忧虑 凭我手上长刀 安下雕工 一千个来 一千个死 击骨蛙 大人拭目以待 看我刀斩那关羽 何须老将军出马 待在下擒拿关羽 好啊 准杨将军 先行出战 为我长沙军斩将立威 遵令 关羽拿命来 驾 驾 卫言 令你重重擂鼓 众军士齐声呐喊 为阳领诸位 遵命 卫言 擂鼓 大人 杨将军已经听不到鼓声了 皇忠 皇忠 属下在此 传令撤军吧 不撤 为何不撤 因为天下没有第二个长沙 人间也没有第二个皇忠 带我拿他 皇忠来人 皇忠 你就是皇忠 既知我名 怎敢犯境 回去吧 你太老了 关某的大刀不斩老幽 足下岂不闻 连坡六十 尚有余勇 有我在 你禁不了长沙 看到 快跑 开 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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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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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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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不好! 关羽有诈!荒庄将败! 你胡说什么! 大人!关羽跟师徒日行千里! 黄将军竟然能追上他! 这不是关羽施战又是什么! 快! 驾! 贼子休走! 你胜了! 我这颗人头你拿去吧! 我说过我从不杀老幼! 皇将军! 你的坐骑呢! 那马九叔战阵尸体栽倒了! 因此我败了一阵! 你的宝教宫呢! 也有百步川阳的本领! 箭无虚发! 为何只跟他一味斗刀! 而不射杀关羽! 明日再战时我定射死那关羽! 好! 来人! 将我的宝马赠予皇忠! 祝你再战关羽! 谢大人! 大人! 皇忠说他的坐骑九书战阵! 方才落马! 带下感觉! 此言断不可信! 哦! 为何? 那关羽与皇忠杀出战阵! 有兵士随其后! 军士亲眼看到! 关羽将皇忠砍落马下! 却舍不得杀! 那军士还轻而听到关羽说! 你走吧! 我不杀老幼! 你看! 哦! 原来是皇忠战败! 关羽饶他一命! 可疑之处就在于此啊! 大人请想! 那关羽既然是来取长沙! 我等便是他的死敌啊! 他为何对敌射而不杀? 留他一命! 大人请想一想! 这贵阳郡是如何丢的呢? 赵云战败陈英却视而不杀! 又是陈英做了内应! 里应外合! 写了陈冠! 大人再请想一想! 这武陵郡又是如何丢的? 从事公至 被长妃赶召! 叛逆投敌! 从背后射死去太守金玄! 后来竟接替主子 做了武陵太守! 那今日黄忠与关羽之战 岂不是由异曲同工之妙吗? 黄忠素来忠义! 他不会叛我! 我连自己的作迹都送于他了! 大人啊!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这样! 明天黄忠出战时! 我会制下严令! 命他临敌前开弓放剑! 射死关羽! 以黄忠百步穿扬的本领! 要想让关羽死! 一剑! 一定能取关羽姓名! 如果他与关羽暗中勾结 就虚张声势! 这箭头就一定射不准了! 始终世间 我们拭目以待! 这太高明了! 黄忠!既饶你不死! 何敢再来啊! 黄忠始祖奉禄 就该与祖分忧! 头可断! 治不屈!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足下休想进长沙呀! 你虽年迈! 却是个尽忠职守的将军! 那好! 我就撑起你! 放马过来! 看到! 来! 快儿 再然后再就通过装断了一下子 马过来啊! 刘鹅 jack 骉豹 peddles 踢不杀 洪忠 放箭 放箭哪 这四十分弩人并不闪射 洪忠 开刀 黄忠 快放箭哪 我认他说杀我 我怎好温江丑号 他不设杀我 是为报昨日之恩 韩大人 拿去 诺 本将无罪啊 备注奸逆 你以为我瞎了吗 昨日战官宇 你马是千蹄 官宇不忍杀辱 这期间就必有关通了 今日出战 你两番虚拽攻险 第三件 却只射他冒金 这不是通贼 又是什么 今日若不杀辱 必为长杀后患 听令 把黄忠推出府门 当众斩首已经小有 诺 大人 大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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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你们是想学武陵城的巩制啊 谁在给黄忠说情 与他闭嘴论 与他闭嘴论处 推出去 不由你们动手 我自己来 对吧 你 尤其说 皇中冲敌 以法处死 刀俯首听令 斩 魏 魏爷 你 你想造反 韩生将军是长沙的屏障 杀了他 就等于是杀了全城的百姓 皇中通敌 太守下令斩首 魏爷 你 你敢抗命 连你一并斩首 韩玄算什么东西 残暴不仁 清闲满市 祸害成杀 我早就想为民除害了 众军士 随我巨医 捕杀韩玄 投奔柳黄 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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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爷 快发下劲 不可乱来 杀 魏爷 不可乱来啊 魏爷 快回来 快回来啊 魏爷 快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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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玄在哪里 韩玄在哪里 魏 魏爷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贼 魏爷 我待你不薄 你为何要判我 我屡历战功 但你却有功不赏 无罪缺乏 让我做一个偏军校尉 这还叫不薄吗 不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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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造次 薄军哪 你为何杀了韩太守啊 憨生不必惊慌 想这样的太守死了 那是一成之 皇将军 在这长沙城文武中 属你得高望重 我等请你领衔 我们一起打开城门 迎接刘备吧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下座 这种被主求荣的事 足下自辩吧 证据 阴场 拜见主公军师 阴场 阴场 我前日起身 只见营中轻骑倒卷 一押自北南飞 连教三生而去 我便问军师 此诏何营祸福 军师袖战一刻 说长沙军已得 我都不敢相信 结果当天下午便收到了你的捷报 大哥让我三十日取下长沙 而今天已经十九天了 更可赞的是 云长只用五百孝刀手便取下了长沙 如此永略 无异于当年过五关斩六将 大哥 军师 请入鼠牙 这长沙郡到底非小郡 太守鼠牙 气派非凡啊 那黄中怎么样了 这个老黄中真是个英雄啊 我和他交手两日 大战三百回合 不分胜负 他人呢 快快请来相见 你们来之前 我请他出来迎候 日后也好辅佐兄长 可他脱兵拒绝了 我早就知道 是黄汉生 在长沙军民中威望甚高 我若得不到他的辅助 便难得长沙一军的民心呢 主公说得甚实 既然汉生称病 主公就应该亲自谈 好剑法 不好 此功无力 剑头没有穿透银壶 在下刘备 久仰将军大名 顾不揣冒昧 前来拜法 我知道你是刘皇叔 可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足下府门大厂 在下不请自如 如果我请你出去 你会出去吗 会 但我会一直在府门等候 直到将军准我进来 此处不做 请皇叔入内拜茶吧 不必了 何不席地而坐 开城相谈 皇老将军 今日在下 是想请将军出山相助的 这些年间 奸雄祸国 天子蒙臣 刚常进坠 黎明百姓更是饱受苦难 我等这些大汉臣子们 何人做事啊 我老了 也厌倦了 心灰一览 全无功名大业之念了 非也 将军名字为忠 人如其名 视忠贞如姓名 自汉生 可见是为大汉而生 盼望大汉太平繁荣生平啊 仅从将军的姓名中 就足见将军的雄心壮志了 更何况 将军虽年长些 但武艺盖世 终勇无双 一口金贝大刀 竟让关羽敬佩不已 时长赞叹 还有 所持宝雕宫 百步穿阳 见无虚发 连张飞和子龙都自叹不如 将军啊 你不仅是长沙威望所在 更是天下之助 皇叔过誉了 皇将军 大汉将威 只有你这样的英雄豪杰 才可以擎天驻地 今天刘备 是想请你相助一辟之力的 在下对将军虽然可不已久 但时时不敢勉强 希望将军三思而后绝 我会一直等候将军 我有一个愿望 请讲 韩玄虽然无道 可他是我的旧主 我想启毁他的尸体 后葬于南山 如将军不弃 下葬之日 我与将军共同祭奠 多谢 魏将军请 主公和军事在里面耗着呢 请进吧 末将拜见主公 拜见孔明先生 你就是首任韩玄 开城献祥的魏严吧 正式在下 左右 在 将此人拖下去斩了 诺 先生 魏严无罪啊 主公 我 明 为何如此 拾其路而杀其主 不忠理 居其土而献其地 不异议 如此投机小人 必须杀 必须杀 话虽如此 但若斩了此人 只怕 响者人人自危 顺者不寒而栗 还望军事宽恕 卫严 你抬起头来看着 我 听着 我能看透人间的中间善恶 更能看透你的隐秘心思 今日主公替你求情 我且饶你 日后尽忠报主 勿生一心 若生一心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心 我弹指尖便能取你手机 在下谨记 在下谨记了 请主公赐魏严无本经 生他做前军副将 传名 赠魏严五百斤 拜前军副将 谢主公 谢军事 退下吧 赠魏严 你刚才是真的想杀他 还是坐视真摄 我是真想杀了他 此人心存投机 生性凶狠 我担心此人留着 迟早会是个祸患 那为何又要我赠金升职呢 朕起胆之后便得安齐心 魏严虽然不闲 但敢做事 胆大过人 昨日云场考教过他的兵法和武艺 所学也是颇有所长 此人留之可律杀之可惜 今日主公开口 我就趁势饶他一命 只要主公与我健在 魏严就不敢起义心 今时恩威并用 片刻之间折服魏严 令人钦佩 主公片岩之间请出黄忠 这才是恩威其帖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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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士 荆州传来急报 说刘七公子病重 命在旦夕啊 天哪 我一直为他日夜宣心 却不能消灾免活啊 主公 刘七一旦过世 东吴那边毕生波澜 背马 我率三千军星夜返回荆州 我一定要见刘七公子一面 我随主公一起去 我率三千军星夜宣心夜宣心夜宣心夜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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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痛哉 贤之 爱哉 贤之 大哥 大哥 去来吧 去来吧 去来 去来吧 无知留棋 乃大险大义 你们还记得吗 长板坡之后 草草追杀我们多时 若无留棋率船相救 我们早成倒下之鬼了 还有赤壁之战 刘棋公子 倾其所不 为我所用 如果无他 何以成今日之机也 何以有荆州啊 刘棋虽是弱贯之主 但多次驻我们托大难 无留棋 无我今日之生 大哥 公子已去 人死不能复生 大哥 你不要太过于伤心啊 二弟啊 我不仅 为留棋公子难过 也为荆湘前途担忧啊 现在我们兵多将广 粮草富足 有何可担忧的 我们占据荆州 是用了刘棋公子的名号 而如今 公子病田而去 那咒语岂有不追讨的道理 赤笔之意 东吴出力最多 在荆州城下拜曹人的仍是周瑜 鲁肃与我们有约 刘棋如在 荆州归刘棋 刘棋如不在 荆州当归东吴 如果我们不见钱的王 周瑜必起道兵 或许主公计错了 或许主公计错了 鲁肃与我们定约时 我说的是 刘棋如在 荆州归刘棋 刘棋如不在 道是在商量 话虽如此 可怎么商量 人家岂肯商量 大哥 我们现在并非当年弱旅 取下长沙四军后 拥兵六万 兼成十余座 进可攻 退可守 周瑜若想来 就让他来好了 斗智人有先生 斗兵有我和义德 大哥无虑啊 是啊 有我等的 打仗好啊 我们是越打越强 何惧周瑜那小子 不是惧周瑜 是我们理亏呀 主公 为大局棋 只要曹操在 主公与东吴 无论如何不可开战 我们虽得了四军 但根基未稳 兵马虽多了些 但多为兴怒兵丁 攻马不惊 何况 四军还需要分兵把守 反观周瑜所部 他让甘宁灵统 屯兵八里 全力打造军械 操练士族 一亿代劳已久 一旦开战 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最差的结果 是我军大势崩坏 再度落于赤壁之前的境遇 那 可否密不发丧 过于真的再说 没有不透风的强 如果我们密不发丧 万一让周瑜知道 反而让他判明我军心虚 促使他冒险汲取惊想 此时我心身已乱 等我冷静几日 再从长记忆吧 主公 变乱在即 事不宜迟 你有何意 我意 我们不但不满 还要主动向东吴发丧 坦率地告诉孙权他们 荆州刺史刘琪去世死了 我们正在治丧 另外 另外 让所有兵马全部回营 掩藏起来 不要有一兵一族的调动 周瑜不知我军虚实 或许不敢轻举妄动 之后 我们看东吴举动 再相机行事 早前 赵君士说的办 遵命 大哥 自清 我已下了诏明 任何人不必打扰 可我也想 有一个知心的人 来让我倒到心中的苦水 诸功请讲 此次合肥大战 我连败于张辽 耻弱 这是我继位以来 第一次率兵出征 本想借此立威的 可却不料 连众敌军埋伏 四千多将士阵亡 还折了太师次将军 反思赤壁之战 周虞锦用五万精兵 就烧掉了曹操八十三万大军 誓惊天下 弃吞山河 而我身为人主 何言自立 还有一件事情 令我更为压抑 刘备连取长沙四军 兵卫大阵 不错 就在我战败之时 刘备却连连攻城拔债 我岂能不分 子敬 我想下到赵明 严惩己过 隐罪自责 不可 为人主者 无过亦无罪 即便是偶尔打了败仗 也要像打了圣仗一样 带给部下以稚气 主公啊 你还年轻啊 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 他们都是熬不过你 他们都会死在你的前面的 耐性 你说的是坚韧和耐性 正是 主公 在下还有一事相禀 讲 现在 不仅在主公面前有一座坟 此时此刻 在江北 也新添了一座孤坟 谁死了 荆州此时 刘夕 你 喝酒去 主公何出此言呢 三个月前 你出使荆州 就看出刘夕已病悟高荒 命不久矣 你说长者半年 短者三个月 此人必死 果然 才刚过三个月 他就真的死了 我们现在再去向刘备索要荆州 看他还有何话说 主公啊 刘夕固然已死 但是 你估计 这荆州咱们要的回来吗 你的意思是 他们竟敢被约 不 在下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去药荆州 就要先想好了 要的回来怎么办 要不回来又怎么办 嗯